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佑重庆 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的朋友 他是刘爱昌刘博士 刘博士好 我博士好 是刘老师 我们看到顾立雄很来戏 他上任前上任后 前后说出他要干防长以后 接下来已经在这两个月里面了 他可以说是不断的有戏 先是踢政部说不用 再来是买美国的武器 他是要加码 接着他个人又对汉工演习 提出更新的看法 您认为他这个房长 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他是在做秀吗 还是在博取大家的吸睛 或者是他想要把整个助力 往他那里移转吗 是在帮赖金的什么忙吗 刘老师 我觉得这个顾立雄 因为大家都是 欧老师给我们 非常非常详细地介绍过 顾立雄的背景 他就是一个律师 就是一个耍嘴皮的人 当然他的律师 在台湾的律师住所里面 还是比较有名的 但实际上他对军事是 毫无这个没有尝试 没有基本的尝试 所以他上来的 宣布的这几招 对整个军纪 对这个士兵的管理 对这个军官的管理 采取一种比较宽松的态度 甚至去说踢正步也不要了 大家都知道踢正步 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他也觉得这也不要了 但是你实际上 军人很多的基本操练 他其实是一个军纪和一个服从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 要表示军人所具有的守戒律 去听命令的这个基本的数字 所以这个顾立雄他显然他为了讨好 为了想一上来就赢的这个军人 对他的战域 所以故意放松了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实际上他只会损害台湾军事力量的战斗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顾立雄他这招肯定是一个凑极 而特别是大家知道 顾立这个赖清德520讲话以后 大陆的军事压力肯定是陆陆续续有来 立件A以后立件B立件C立件D肯定都会陆续有来 那么现在这次潜见的露面 其实又是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那么这个布立雄 你不是老老实实的去听些军人 一些比较中肯的这个劝导 你采取这样的一些不知所谓 在这样的做法 我怕他的未来的日子是更加难过 是所以我们看到 顾立雄他就耍了这些噱头 我们更看到这个616 在凤山的这个陆军军官学校 他在纪念他们的这个80年校庆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多这些等于是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们 他们读的是军校 可是温度还不到30度 他们就纷纷有人要不就蹲下 要不然就已经头晕不行了 立刻就要拆扶到旁边去了 那么这样的体能再加上连正步都不踢了 那么台湾还有什么防卫力量吗 刘老师 是的 而且那个这个 我老师也给我们介绍 这个现在其实台湾的这个青年人 其实就根本就不太愿意当兵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这两天也有一个 已经服役四年的这个水手 又跳到海里了 说不用你干他 继续干了 游回他要退伍 我觉得很奇怪 那么这个水兵他到底要怎么处理呢 我就很想看看这个顾力熊到底是出什么招 那么这样的 这个顾力熊像这样的这个完全不懂这个军事 完全不懂的带兵的人去管理这个武装力量 恐怕这一个台湾的这个军人的战斗力只能够是 越来越差 是军人战斗力差 然后海防也差 连这个渔人码头啊 都可以自行 架设游艇靠岸 那么全台湾啊 加上台湾旁边的这些列岛啊 将近230个渔港或者是港口啊 那是不是呢 大家如果啊 这个一群信息的话 就开230艘快艇 直接呢 从四面八方来靠岸 反正啊 你也不需要签证 也不需要拿任何露台证就可以来了 而且自行登岸 如果呢 警察找不到你 那你就随便逛啊 这个花点小钱就可以买TPass的 全台跑偷偷也没人管 是不是这个局面啊 就是顾力熊和他的管壁灵所造成的呢 刘老师 是的 我觉得呢 目前来说 管壁灵啊 他显然他还有一个事情还没处理好 就是二要市的这个金门这个渔船事件 他还没有处理啊 未来我 我不知道他其实为什么还要留下来 其实他本来不应该继续留任 他可能还是想那笔钱 要把那个事情甩掉就算了哈 但是他这个事情呢 这个 金门的事情 这个 渔民的遗体还没处理完 啊 这个台湾方面还有一个人还也留在了这个金门岛啊 就是说本来还是台湾的一个军人也留在了金门岛 那么现在这些事情都没有处理完啊 啊这个渔船啊 进入了渔人码头啊 就像这个 我老师说的哎呦 陆陆续出现 这个管壁灵 我觉得他未来也是同啊 也是他比天大啊 这要处理的问题的也是越来越多 实际上现在呢 就是管壁灵他当时他也是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对大陆态度 那么刚好就迎合了这个赖清德啊 这个他的立场 而对对大陆的这个策略 但是这种策略呢 我觉得他未来恐怕要吃很多很多的火 是管壁灵刚才啊 刘老师对他提的一个职位是 他为什么要留下来啊 我们在这做啊 简单的帮管壁灵回答 在这个管妈当然是为了钱留下来 他要是不留下来的话呢 他那一家子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他 怎么吃喝怎么张罗呢 所以为了银子银两啊 那他只好啊继续出来说给大家的魂话了 谢谢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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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欧老师